谁啊 你是谁啊 谁啊 我找张静 他不在啊 你找他干嘛 你是谁啊 你干嘛要接他电话 还有什么事啊 你打过来干嘛 张有玉是个很神奇的东西 当另一半和异性有机密接触的时候 张有玉就会飙升 所有情侣和夫妻应该都有过这种感觉 明星夫妻当然也不例外 众所周知张静和蔡少芬在最近几年 一起参加过很多综艺节目 蔡少芬更是凭借着自己并不普通的普通话 成为了节目中的搞笑担当 她一直给那印象都是大大咧咧的 好像除了张静以外 其他事情在她那里都不重要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两人作为明星夫妻 拍戏时和异性演员有亲密镜头是避免不了的 虽然蔡少芬嘴上说着不在乎 其实私底下早就把张静的每个剧本都看了一遍 并且把有亲密镜头的剧本全部删掉了 看来蔡少芬除了担任张静的亲子以外 还算是张静的半个经纪人呢 以前拍拖的时候 她所有戏我都会看她的剧本 我说怎么那么多戏没有一个问题 基本上不可能有这种戏 这操作也太好笑了吧 看来现实中的蔡少芬心机可是一点都不输 《甄嬛正案》中的皇后娘娘 虽然看上去她把张静拿捏得死死的 但没想到还是防不胜防 前段时间张静带着母亲和老婆参加了《我最爱的女人们》 节目组优性嘉宾一起去西班牙旅游 谁曾想一下飞机张静就被美女亲了两口 脸上还留下了两个大大的口红印 虽然这只是西班牙的一种礼仪 但不难看出 一旁的蔡少芬真的很尴尬 老公你刚才给她们亲你感觉怎么样啊 我很意外 但这是她们的文化吧 对对对 其实我也没有所谓 但应该女生也要嘛 为什么只亲男的呢 也可能是她们的文化吧 这个解释挺好 尽管她恋伤并没有表现得很生气 但估计心里早就想好 回家怎么收拾上进了吧 张妈妈看到这一幕也很紧张 怕儿媳妇吃醋 赶紧把张静脸上的唇印擦掉了 看来张妈妈还是很疼爱自己这位儿媳的 蔡少芬更是把婆婆储成了闺蜜 两人还假装吵架 连起手来骗张静 我什么怎么样妈妈 你想我怎么样 不得不说 这对婆媳也太会玩了 得知真相后的张静 更是一脸委屈的表情 场面简直不要太好笑 话说蔡少芬能和婆婆关系这么好 也是挺不容易的 要知道以前的她曾一度被网爆 称其被富豪保养 甚至还说她打过三次胎 面对这样的儿媳 婆婆不仅没有刁难 反而还对她如亲生女儿一样 相比其中一定有张静的大办公劳吧 要知道张静曾经可是向蔡少芬表白了三次才成功的 但凭这件事就能看出张静真的很喜欢她 就像张静自己说的 或许蔡少芬以前经历过不好的事情 但自己只是后悔 没有早点遇到她 蔡少芬能嫁给这样的男人 也算是苦尽甘来了 当初蔡少芬的名气比张静高很多 于是就有了 张静这辈子都要靠老婆这句话 而张静在短短几年就凭实力逆袭 还在颁奖典礼中当众玩起了自己的梗 我要感谢的是我的太太 蔡少芬 对我的太太是蔡少芬 就是有人说我这辈子都会要靠她 我可以告诉大家没错 我这辈子的幸福就是要靠她 看来这两个人真的很幸福 随着张静的事业越来越好 蔡少芬也逐渐变成了老公的迷妹 要说张静身上的优点 她是最熟悉不过了 当这小姐妹的面疯狂地夸张静 为了炫耀老公的好处 甚至连张爸爸都夸了起来 她懂得打 她懂得跳舞 她唱歌也非常好听 真的是非常好听 然后剪片也很好 另外她的脾气也是确实是好的 因为她有爸爸的基因在里面 连爸爸都夸了 看来蔡少芬早就已经变成张静的脑残粉了 不仅如此 前段时间张静参加了披荆斩棘的哥哥 蔡少芬为了给自家老公应援 还现场来了一段Rub 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的她 竟然敢挑战四川话 这餐炸着重庆味和香港味的普通话 也真的是难为了一旁的七微 看来为了给张静打抠 蔡少芬也是豁出去了 在她眼里 张静真算得上是完美男了 已经有了三个宝宝的他们 如今还能这么恩爱 属实令人羡慕啊 你喜欢这对明星夫妻吗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见